为了更加推动平溪地区的观光发展 观光旅游局特别和旅行社业者合作 推出了平溪小旅行游程 游客一次就可以走访时分 平溪金铜三处聚落 而行程当中还加入了金铜聚落的新地标 天灯派出所 并且可以体验超可爱的银压天灯 而且整趟行程走下来总共只要450元 真的是物超所值 在25号的记者会上 观光旅游局表示 平溪天灯美景享誉国际 每年的平溪天灯节 也吸引了国内外旅客涌入平溪 经典新北市观旅局 特别要推广小旅行的旅游概念 提供速度慢一点 负担轻一点 执行多一点的旅行 平溪小旅行就是新北小旅行的第一站 希望我们双北来推动 木炸看原载深坑吃豆腐 然后平溪放天灯的整个的一系列的活动 接下来我们马上就要跟熊师一起 还有平溪商圈 一起来推动整个平溪的小旅行 那刚刚理事长 黄总经也跟我特别提到 他说这个其实平溪 理事长也讲 平常假日就非常多人 那我们希望 透过我们的小旅行 让平溪在非假日也是非常的多人 所以我们有这个快乐的星期二 欢乐的星期四 就天天都是假日 让更多国内外的游客 都能透过我们平溪小旅行 来认识平溪之美 这次参加游城的朋友也能独家释放全台 唯一获得正式授权的超萌银亚天灯 商学理事长表示 最近银亚天灯的许问度相当高 相信会带动另一波的观光热潮 像这几年来所有的那个 全世界的客人都来了 像对那个日本啊 香港啊 大陆最近的背包客也明显的成长 那像今年对这银亚天灯 那地方上的询问度 游客的询问度 这个银亚天灯嘛 那现在是最夯的嘛 所以他接触度是蛮高蛮高的 大家都蛮喜爱的 另外观旅局也规划在 3月14日的百设情人节当天 邀请新北市今婚凯末夫妻 参加特发团彩线 体验这条充满历史怀旧 与浪漫氛围的路线 这封将视频长报道